最貴就那一台哈雷三輪車 那三百多萬 女兒買的 三輪的那一台你沒有看過嗎 女兒就講說爸爸這一台好 我說對比較穩嘛不會倒 繳稅繳六五 沒有繳稅那個是 連同那個往前回溯八年的內容 對啊 八年加起來五一五 差一點搭救護車 五一五一五一 但是呢很開心 身為我們台灣的一份子 可以到現在沒有欠政府一毛錢的稅 馬師來你來你來 過來過來 來 憲哥這一輩子很少 小心喔 這個陶聖師傅 真的 你今天有這個感受才是 你看趕快掉一顆出來 我經常在講喔 人就是要幹嘛要斜槓 一定要斜槓 在尤其台灣現在全球的景氣 適合斜槓 光直福田 哪裡要開出一朵花 你都不會知道 回溯八年的內容 對啊 對啊 八年加起來 五一五 五一五 差一點搭救護車 五一五 五一五 我都全台灣都繞圈圈都繞過了 跟坤達跟KID我們都繞過了 很OK的 我買的重機 僅止於哈雷 因為除了哈雷以外 其他的重機 我都比較看不上眼 對 欸 怎麼了 好啦 我也開 我有騎過Dugatti啦 好不好 對啦 但這個是 二 一 二 一九九九年吧 最貴就 那一台哈雷三分車 大概三百多萬 三百多萬 女兒買的 對 三輪的那一台啊 你沒有看過嗎 那女兒就講說 爸爸這一台好 我說啊對 比較穩嘛 不會倒啊 對 因為騎車很小心啊 騎車就不要搶快 對 然後呢這個 呃 遇風的快感 有時候還是需要 用平安來做製程 對不對 要不然一個 一個外拋 對不對 那就整個掛掉了 不行了 我被限制出境五次 對 因為他們怕我跑掉 不繳稅 我說我怎麼跑掉 台灣是我的家 我是本土天王耶 對 但是呢 很開心 身為我們台灣的一份子 可以到現在 沒有欠政府一毛錢的稅 還滿開心的 是只有能健康 你整個人生都不一樣 那人生就是開掛一樣 人生它是 一定要買旅行平安險 不是只有買旅澤險 旅行社會幫你買一個旅澤險 那個理賠最高的上限就20萬 旅行平安險上限200萬 所以我們到機場買或另外額外買的那種旅行平安險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買 但是呢 雷雷這一次只有旅行社的旅澤險 所以費用當然不便宜 數字我就不說了 但是你們可以想像 對 數字 我到底要怎麼 你再問下去 七位數前面的數字就全部問出來 你這問法還不錯耶 旅平安險它就200萬上 你就綽綽有餘 所以那個過程 經歷過才會知道 但是講真的 真的感謝主 我們是很認真禱告 所以 雷雷現在唯一很大的不同就是 每天禱告 每天謝謝主